人人 那我們今天去看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喔 那上一次技能戰打完了我們血影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打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鬼頭驼 鬼頭驼應該也還算是蠻恐怖的一隻角色喔 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們傷害都打得到他身上了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還好 不過報紙特性這邊的話是流血喔 所以受到他的傷害的話就會 失去我們的那個生命值 持續8秒 感覺也是蠻麻煩的好不好 所以 所以要看一下能不能打出好成績了好不好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而且我們上次基本上 死掉了一次 所以我們次數只剩下兩次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大家加油 我發現我們剛剛好像去看一下 我們這邊拿到寶箱 好像還沒辦法拿到就是最高階的寶箱哎 所以這個模式如果真的要打的話感覺 蠻嗨的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拿到就是 比較高的一個獎勵 你就可能就是這一個小時 因為他是8點到9點嗎 他這段小時的話你就要拿到 你就要一直打一直打 打出好成績才可以 來了來了來了 哦他是A級的哦 oh my god 但是感覺比剛剛那個還好 因為我們上一次基本打那個血影啊 他是會那個 會那個還蠻恐怖的 這隻的話基本上就是流血效果 先噴掉先噴掉 你擋住他的傷害 大家 招式都狂放了沒在省了哎 哦 如果可以讓我獻祭一下 我想要先死 拜託讓我死 你們不要再放大招了讓我死一下 讓我死了吧 好 沒問題我來了 救命收水 哎 這是什麼東西 哦 等一下剛剛有小惡魔哎 忘了發 那小惡魔是不是 出來給我們降血的那個 好像是哎 還蠻特別的有小惡魔 哦 哦 太加了一個這個 垂直往下的這個 哇彈幕都改變了 我的天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 挺住挺住 怎麼好像動作變慢了 化身狹密室 這隻是我們的那個 A級的 A級的頭妥 所以就還好 我們上次打那個也是A級的血影啊 好不好 哇哇哇哇哇 這樣搞的嗎 哇哇哇哇 我要好好看 撐住啊 大家打這次好像比較Ok耶 因為 血影畢竟他會一直順來順去喔 所以 血影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存在 像我們這個可以直接冠山下去的話 就是一直開就可以了 而且血影的話 大家應該也沒有太多 開卡片的東西 carbone 什麼鬼啊 他幹嘛都要 這樣亂摧我們一下 哈哈 加油加油 ат妮光血影 那關已經落後了人家其他家族應該蠻多的了 因為那個血影真的是蠻麻煩的 終點卡那隻血影真的是蠻機車的 加油加油 起碼要讓我們拿到 也是能夠開 SS的寶箱啊各位 完了口臭攻擊來了 最不喜歡閃鬼頭系列的就是口臭攻擊了 哎我發現我的那個 我發現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 畫面跟聲音好像延遲了各位 請大家見諒一下因為我們現在 TICE MONEY喔好不好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鎖住我們的這個 時間點我們才可以拿到一些比較好的獎勵 我待會再調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你看我弓箭拉弓的時候那個 的聲音對不到拍了對不對 我們一堆都死了 別再死了 再死我們的傷害會有 明顯的不足啊 我武器正面的話我也不想隨便亂開了我要 來保護一下自己 認真一點認真一點 哦這個跟上次完全不一樣哎 上次我都是移進去然後boss就消失了 這是boss都一直存在哎 開始後悔他一直存在了各位 啊我這邊的隊友全部 全部敗陣了 完了我被 完了我被扣血了 是不是受到太多傷害了 快補回來喔 不補就慘了 啊 妖獸啊 完了我不比 不比我們的Kevin哥 Kevin哥上次血影那個撐太久了 完了我們只剩下 一次挑戰機會了各位 哇這有點慘喔 這邊如果這隊在死掉的話我們就沒了 哇 居然嗎 居然居然 要沒了要沒了 然後卡片也要開光了 OMG 但是我覺得我們差不多 我們差不多也那個 我們差不多也那個了就是 你快要到一個尾聲了我覺得 就是我們也沒辦法再 衝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我們大概 17層嗎 不我想要拿那個最高的 寶物 但是我只剩下一次的挑戰機會了 這整組不能再死掉了再死了我們就我就沒了 所以你基本上快死的話應該要去跟那個就是 比較高戰力的組合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你如果 快死沒有跟那高戰力組合一起的話你死掉就全部都沒了 玩家一次想哇那個真的是 剛那個瘋狂扣血那個我跳太高了 直接敗開 尷尬一波 尷尬一波的 剩下10%的血量有大家在大招亂噴了好不好 大招亂噴 那我們應該也不太需要那個了 不一定需要切換那個零了 用阿力來閃一下 你看這持續扣血真的是 蠻機車的 他中效果之後的話好像就是會有那個 會讓你就是一段時間直接 一直流血喔 達瑞斯的感覺喔 啊 我還被電死 哇靠 那小惡魔 777了各位 誇張了我的哥 小惡魔因為我在流血狀態然後快沒血他直接 從我身上噴了一個閃電我就爆了 好扯喔 噴了閃電直接爆 管後面的話真的是 蠻需要一些 獻祭的喔 獻祭應該會打比較ok 哇 好刺激喔 真的很刺激 我不會又沒網路了吧 我上次好像也是 後面就直接卡住 然後說我沒網路 不要啊 真的耶 我的網路又出事了 好挑戰結束 哇這次超多人 蠻嗨的 來來看一下下一隻是什麼 鬼頭頭 名曲卡片 哇 是蚊子 我覺得蚊子 蚊子 蚊子我怕欸 蚊子我怕我是真地怕我覺得 我搞不好到這邊我就沒了 蚊子然後這是什麼 每隔60秒向全體人質施放一個陷阱 OMG 這會有點high 哇 完蛋 加油加油這邊需要 撐撐戰力啊 一定要 一定要努力把他給打死 不然我就沒次數了 我就要沒了各位 我沒有 GG 但是我們這一次應該可以拿到還蠻多寶箱的喔 應該是ok 好不好 應該是ok 加油 2030萬欸超多欸 所以打到20層才可以拿到就是 最高寶箱啊 那我覺得大家 哦我真的最近應該要找時間 趕快把那個武器練一練 讓自己的傷害再高一點 不然這個家族的東西 感覺也是 蠻難打的 好不好 他上次卡在血影 血影只是先給我們一個那個 建設好不好 心理建設就哇這個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哦 大家加油 蚊子真的是 比較難撐一點點 哇 哇 開起來開起來 又是一番苦戰 每隔60秒會向全體人子釋放一個陷阱喔 這個 碰到就沒了吧 那我覺得我先不要獻祭 我先用阿力撐住 先用阿力撐住就對了 我要先認真了阿 這蚊子不認真閃會死阿 最近超討厭蚊子阿 看 我沒了 好快喔 好快喔 完了 我討厭這個 他這個散射我超討厭的 頂天操作 完了蚊子我超不會的啦 欸 一大奧德魯陷阱來了GG 完了我去了 我沒了我沒了我也沒了 Kevin也沒了 大家都敗在這上面了 喔不 大家要撐住阿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挑戰 加油了 OMG 我的天 好恐怖喔 我跟蚊子 蓋煉了 我太少去打那個A級的蚊子了概念了 好扯喔 還有71耶哇 你看你看你看 這個施放陷阱的真 下雞巴亂搞欸 哇愧大家都還可以伸出好猛喔 哇好扯喔 你看他那個6030秒一個陷阱的 剛剛那一坨一坨弓箭 好恐怖喔 我反而是覺得剛剛那個 剛剛鬼頭部分比較好一點哇還被撞到一下 鬼頭部分還比較好一點點 他放那個陷阱真的是 機車 然後我們次數要沒了 GG了 但這就是我們最終的 最終的形狀了嗎各位 哇沒有他沒有用到可惜 雷公是追蹤箭 雷公的話是追蹤箭矢然後風光的話要自己瞄準 然後會有一段時間無敵時間所以雷公的話應該可能沒有無敵時間所以才會比較爛一點點 哇 哇靠你看 這怎麼搞 這完全沒地方閃啊 這隻的話應該會處理到蠻多人的欸我覺得 哇 蛤 這隻會處理到蠻多人的 哇大家都大家都不見了 大家都不見了 那個放陷阱在機車而且重點是他血量很多所以他一定是 可以撐很久了這樣子 完了 完了完了 一定死定 哇 沒了 那我們這一組應該是爆開了喔 好了我們沒有挑戰次數了 但是這個模式真的很好玩那看來這個boss要 練一下我們沒有挑戰次數了 我沒有啦 最後的話我們是在這個第18層 哎見面五行直接被打趴好不好 GG 只能靠最後大家能不能就是把他打贏了啦那 深淵寶箱這邊的話18層我們是拿到了 四金寶箱哎 所以22升才有深淵的啊 22才有深淵而且深淵也才到這邊而已耶所以你要打到龍骨的話應該要 在更上面呢哇這真的是 真的是很難內我覺得 這樣的話基本上真的是還蠻難的 可是如果沒事都會就是沒事都會接力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就是更快的挑戰到後面的東西 但是後面的boss的話真的就是一大堆那個 特殊的效果啦就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點的哇 那大家這一次的話深淵挑戰你們都打到哪裡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分享一下你們家族 到底挑戰到哪一個boss 目前來說我們真的真的還蠻 還蠻辛苦的啦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了 我是喜歡平台見囉 大家拜拜啦 拜拜 補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